加拿大总理特鲁多2月19日宣布,为帮助国民度过疫情难关的两项援助金,加拿大复苏福利CRB和加拿大康复关顾福利CRCB将会延长3个月。 该两项计划原定持续26周,原定下月到期,现决定延长12周,最长可以领取38周。 至于联邦病假福利CRSB也会由原先的两周延长到4周。 另外,去年9月提出的放宽就业保险意爱福利金申请资格,原定领取期为26周,也会延长至最多50周。 政府19日证实,延长这些福利金将会耗资121亿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